前不久举行的北京车展上 一汽红旗连续推出了好几款新车 这其中红旗的HS7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HS7家其实就是红旗HS7的加长版 相比于普通的版本 加长版的外观 无论是颜值还是豪华度提升了都不止一个档次 虽然外观的设计上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加长了50厘米的车身实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这让本就已经超过5米的HS7长度一下达到了5.5米 再加上极具质感的绿色车漆 让豪华沉稳修长的侧面展现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 新车的内部造型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内部加入了大量金色的装饰 墨绿色和米色的配饰 与这些金色的装饰相得益彰 不但没有让金色显得很土 甚至还极大地提升了车内的豪华度 车身侧面加长的50厘米全都留给了后排 前后排之间还进行了隔离 无论是后排的空间还是私密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这也同样成为了该车最致命的弱点 密闭的空间已经基本上无法驾用 只能面向于公务或者商务领域 加长版的HS7会继续搭载3.0V6的机械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248千瓦 扭矩445牛米 匹配的是8AT的变速箱 HS7家这样的设计也就注定它无法走量 只能提供给一些成功人士 1155月 3454月 3454月 3455月 3455月 4495月 3455月 5千瓦